接什麼呢 接到就是說呢 我的這個 這個什麼 Activity 接到之後呢 再來去畫這張 這個圖的 有沒有 View的大小 大小的話 設為85-85 至中對齊 那再來的話呢 它要放的位置 特別這個地方的話呢 Image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Set Image Resource 那 這個Adapter 它有點像是一個 一個回圈 它會從第一張一直跑到 第二十二張 那總共我們有二十二張圖 所以它會先放第一張 第二張 有點像一個什麼清單一樣 有沒有 那到時候的話 這個清單 這個Adapter連接器 會先幫我把 第一張放進來 那它是一個View 對不對 第二張放進來 第三張 一直到第二十二張 放完畢之後的話呢 這個Adapter 就已經幫我存放什麼 存放這麼多 二十二張圖的一個 一個 等於是一個連接器 那最後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秀出來呢 最後就只有一個動作 就是Greview裡面有個什麼呢 Set Adapter 然後把這個A有沒有 把它 就是從那個Bass Adapter 傳到這邊來 然後呢 利用Set Adapter 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秀出來了 那所以各位看到的結果呢 其實就是做了這麼多動作 OK 那最後秀出來就這樣 那但是呢 最後還要點下去對不對 點下去會觸發一個什麼 一個事件 所以這個事件的話呢 前面應該做很多 底下要挑出一個Tost 我們必須要在這邊 Set什麼 Item Clicker 就是事件的部分 當我點了之後的話呢 它可以怎麼樣 Tost Make Text 然後呢 底下就是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一樣喔 然後呢它的什麼Possession 因為呢會傳過來什麼 一個Possession 參數的話 通常應該也會是在這個啦 如果說不是的話 可能你這個參數 有可能叫Arg2吧 不一定叫Possession 可能叫Arg2之類的 因為新增實作方法 它不一定叫Possession 如果不是Possession的話 請你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會抓到第幾張圖 它原則上是一個印射 然後最後秀出一秒鐘 然後把它秀出來 就完成這一題了 OK 好 其實真的蠻抽象的 你沒有做過一次 你沒有辦法感受啦 不過上學期 同學有做過 應該會比較有一點感覺 可是如果你第一次 聽到這個東西的話 你會覺得 哇 Android實在是 有點複雜 啊 這個是我自己創出來的流程 本來還更麻煩 因為後來發現 它自動產生的話 我可以少寫很多東西 但是你要記得那個流程 不過我相信聽一遍就聽得懂 做得出來的話 你真的是天才 好 看看好了 看看有沒有天才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的畫面 也會拍照下來 也會傳上去 然後 這個過程也要把它錄下來 好 所以如果你們實在聽不懂 沒有關係 回去 多聽個幾遍 至少 我相信還是有聽懂的一天 OK